蚯蚓 蚯蚓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物之一 在公园散步或校园中的草地上 偶尔能看见土壤中 有蚯蚓在爬呀爬 今天就要为大家揭开这 土中隐居着的神秘面纱 虽然蚯蚓的模样 跟一些昆虫的小时候长得很像 不过却不是昆虫的幼虫哦 大家可别搞混了 蚯蚓属于环节动物们 身体呈环状分节 左右对称 雌雄同体 身体前端的浅色环带上 有熊孔 与刺孔 可让蚯蚓型一体交配 来受精繁衍下一代 它们没有眼睛与耳朵 嘴巴在第一节 肛门则在最后一节 蚯蚓的蚯蚓 靠着皮肤分泌湿润的棉液来呼吸 在蚯蚓的环状分节上具有钢毛 钢毛可以帮助皮肤湿润的蚯蚓 在土壤中移动时产生摩擦力 让蚯蚓可以来去自如 蚯蚓是大地与农夫的好朋友 有了它在土中活动 不仅可以翻松土壤 有利农业耕作 蚯蚓的排泄物 更是无臭又高营养的最棒有机肥料哦 那么生活在土壤中的蚯蚓 到底都吃什么呢 原来蚯蚓的食物 就是土壤中的腐化物质 与植物的根基 蚯蚓吃下后再排放出来 就是对土壤有益处的有机肥料啦 土壤上常见的颗粒状小土堆 就是蚯蚓的粪便 平时蚯蚓躲在地底 我们便可从粪便与粘动的横积 大致判断蚯蚓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蚯蚓是如何运用身上的肌肉 与环节来活动的吧 蚯蚓活动时将身体的环节扩大 缩小 不断重复 同时肛毛也会随着缓解的运动 而收缩或舒张出皮肤表面 蚯蚓深性怕光 喜欢躲在土里 除非要排泄 或是大雨过后 土壤中充满水气 使蚯蚓的皮肤无法呼吸 它才会受不了 钻到地面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们才能见到这鬼灵精怪的滑溜小子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